Jasper也会玩套路了,陈小春一脸尴尬,灯轮的表情亮了。 春节期间,对于喜欢爸爸去哪儿舞的网友们而言,肯定是最欢乐的。 人气度很高的Jasper再次跟随着爸爸陈小春,出现在的影评上,来向喜欢他们的粉丝们拜年送祝福了。 在第一天的行程中,年纪最小的邓伦,主动和大哥陈小春组成了拍档,一同出发去完成任务。 于是,Jasper也就很自然地和小山竹组成最萌CP。 喜欢Jasper的网友们一定还记得,当初爸爸舞的时候,英彩儿就曾经预言过,Jasper和小山竹之间会有感情线。 没想到,英彩儿的预言那么快就兑现了,这两个萌娃在一起,简直是配了一脸。 Jasper和小山竹主手拉手坐在车上,这画面超甜蜜,超有爱,隔住荧幕都能把观众们给蒙翻了。 网友们也调侃道,丁彩儿和陈小春赶紧和邓伦商量一下,把这门娃娃亲给定了吧 Jasper和小山竹在一起的时候,显得特别的活泼,也很开心 更让网友们惊喜的是,Jasper的鬼点子也突然多了起来 甚至还和小山竹一起,商量一下了如何对付陈小春和邓伦的方法来了 马上要开车了,陈小春表情严肃地对住Jasper说道,赶紧做好了 刚才还在和小山竹打打闹闹的Jasper一秒便安静,乖乖地坐好 还很乖巧地对住陈小春点了点头 不过,有意思的是,陈小春刚扭过头去 Jasper就附身到了小山竹的耳边,跟她低声细语了起来 这时的陈小春和邓伦都假装没听见,但又很默契地停止了说话 还一起侧过身去,偷听起了Jasper到底要和小山竹说些什么 只听Jasper小声地说道,一会我们看住我们的爸爸 他们要是看住我们,我们就假装睡觉 要是我们的爸爸不再看我们,我们就不睡觉,一起玩 网友们一听Jasper说的话,就乐坏了,纷纷留言道,Jasper长大了,也会玩套路了 还要和小山竹一起来对付爸爸们了 以后的陈小春,可要多留点新年卡 众人听清楚了Jasper的这番话后,陈小春一脸尴尬,但她还是很可爱的强装镇定 为了不让邓纷发现自己的心理变化,陈小春索性就扭头看向了车外 邓纷的表情最有趣了,她也没想到,一向乖巧懂事的Jasper竟然也会玩套路了 一脸震惊地看住陈小春,邓纷的表情亮了,这个表情包可以打满分了 当邓纷看见陈小春头冒冷汗,扭头看向车外的时候,邓纷又不厚道地笑出了声来 不得不说,Jasper越来越可爱了,渐渐长大的她,也越来越聪明了 网友们也调侃道,用不了多久,小鸡烈鬼肯定会把陈小春耍得团团转了 不过,Jasper又是一个很有亲情观,又很会把握分寸的孩子 就算她会玩套路了,她也绝不会让陈小春和鹰塔生气的 因为Jasper知道,那些事情是绝对不能用来开玩笑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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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